下班見風時間捷運車廂擠得像沙丁魚罐頭 竟然有色狼趁機對女子性騷 被害人當時下班回家 在文湖縣的車廂內 用眼角魚光瞄到身旁一名男子 左手往大腿靠近 連續動手三次 在大安站嫌犯下車跑了 女子也報案提告 71歲賴姓嫌犯當天從劍壇站上車 犯案後一路轉成在捷運站內大逃亡 最後拉回士林站下車 法官認為他在站內待一個小時 還挑選人潮擁擠的時刻 是專程犯案 判他性騷罪三個月 根據捷運警察統計 112年最常發生性騷的地點 分別是西門站 忠孝新生站 忠孝敦化站以及市政府站 除了上下班見風時間 上午發生的劍數比下午多 通常是車廂內靠近門 或是月台手扶梯 犯案的71歲男子已經退休 這回騷擾陌生女子 還否認犯行 在捷運站內大逃亡 所有行蹤都有記錄成為鐵證 TVBS新聞無距選黃金分太暴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